所以走中路會比較適合 他之前都是走AD 手殺可能要出現喔 古拉格斯 有希望古拉格斯是有大決的 所以一定要等勒布朗到 鱷魚開啟的大決 進去開始扛塔 古拉格斯的大決把兩個人給炸飛 鱷魚依舊在扛塔 其實這時候是沒有必要的 出上吊 喔 交閃線有觸發到 第二發鎖鏈連續兩段的定 然後手殺 這個我覺得副 所以他就是定完之後 然後第二個鎖鏈又牽住 然後再定 至少上前 坦住了這一波傷害 等一下他沒有坦住這一波傷害 當我沒講 在 而且他並沒有大決可以按 那麼龍其實是被吸光吸氣 所以剛剛納蒂魯斯也沒有就是 果斷大決亞歷斯 哇 斯西威爾開大決 果斷開大上前以後 讓牛可以震到 牛閃震安妮之後 把安妮頂回來了 被靠 果斷開大以後呢 古拉格斯想要頂 但是被勒布朗給跳開 接著呢 古拉格斯炸大決的時候 勒布朗利用他的 位移技能回到原位的特性 成功的解決了被移走的這個問題 被炸走的這個問題 成功解決掉 蜘蛛被勾 可是蜘蛛其實沒有馬上上吊之後 沒有承受傷害 然後下來之後 因為牛把安妮頂在牆上的關係 蜘蛛立刻轉火把安妮給秒掉 把安妮秒殺之後 除了這第二個綁 其實沒有中他必須要撤退 因為蜘蛛立刻斯的火力非常的大 牛走回來 牛高速的接近牛 準備要Q了 這究竟Q不Q的到 啊 WQ fail 十分令很失望 太近了 那個抵住了 雷尼克頓 蜘蛛在找角度 這邊是躲過對方的冰球 以後成功的爆發一波 不知道這個蜘蛛 他是感覺好像是逐漸倒數 下路又來了 然後又來了 以後是一波相當激烈的戰鬥 現在又是安妮的血線太低 改善妮克斯利用他的大絕 往前正要逃走 明明就有大絕的跑速 可是卻沒有甩尾 導致被勾個正著以後 被擊殺在地 然後牛使用Q之後 在W移動了吉英克斯的位置 讓上前的鱷魚 可以有機會 能夠擊殺掉吉英克斯 奧布朗上前 這次冰球其實是有暈到的 鎖鏈鎖到小鏢 哇 兩下都要爆了 分身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他身上有藍buff 所以實在太明顯了 勾了一下 沒關係 我們後面也有蜘蛛 蜘蛛正面出綁著 絕無miss的可能性 上前大量輸出 尼斯瓦特的 呃這個 冰鳥正要過來 鬼拉克斯看起來 應該是要挫起來 沒有想到最後一滴血綿鳥撐住了 蜘蛛想要硬凹這個擊殺 也沒有凹到 難道新加坡先鋒 會形成一個被double kill的局嗎 不 哈雷路亞 這時候即時趕到WQ上前之後呢 帶上的是喬尾 喬尾也過來做一波爆發輸出 將尼斯瓦特打進彈形太后 踩他一腳沒踩死 牛第二個WQ 可是看起來要被塔打死 這這這這沒賺 嗯 我覺得哈雷路亞的第一個那個 蜘蛛現在肥的就是伊莉絲 喔這個地方 安妮有一點危險喔 安妮血量只剩150滴哈雷路亞 直接WQ combo 將安妮給擊殺 對方交閃線 迷娜斯閃線上去之後 這吉陰克斯要跑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雖然他逃過了蜘蛛蜘蛛這個綁歪相當的關鍵 本來是一個穩穩的擊殺 現在必須要看說牛的CD好了 好了沒有問題 成功的造成了擊殺 剛剛那個 衛爾隔牆的普攻裡 他真的要暴擊 欸 出兵球果然是沒有能夠打到 噢 鱷魚 鱷魚在這裡 快要被抓的狀態下開啟了大絕 哈雷路亞再度從後面切進來 一個Q全震 全震起來 抱歉 西威爾這時候趕到了 然後 古拉克斯被鎖鏈 定住 在沒有坦克的情形下 哇 這個哈雷路亞 這個哈雷路亞到底是要打到哪兒去 他已經完全越塔了 沒有接的 接的速度不夠快 但其實傷害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因為還有G珠的關係 Mina只想要1打2 1打2是不太可能 西方搖搖手的戰 沒人趕上前 喬尾被基因克斯的緩速 砸到 不是很妙 紅BUFF還是裸入了基因克斯手中 火箭出去 哇 喬尾再多往前走一步 剛才可能就出事了 是 新加坡先鋒的這個上路 能做的事情是稍微比較多一點的 而且勒布朗的這個單抓性質也很強 他雖然說秒不了 並沒有 這個地方 艾斯塔被勾起來 開啟了大絕 再被安妮熊 安妮這個熊選擇出 以艾斯塔出得相當的不好 因為是沒有必要去 他都已經跑了大絕 你出他大絕 絕對沒有任何意義 這波你可以看到 打到目前為止 傷害根本就沒有出來 啥傷害幾乎都沒有 喬尾這個時候趕到他 上前踏步的瞬間 剛好去接到 用連接冰鳥的球 所以讓他輸出給中斷掉 是比較可惜的 一個地方 亞利斯塔 側身躲過金克斯的緩 敵克斯追上來 應該是打算用火箭收他尾巴 喔 奎尾歐尼克斯活到了 戰鬥的最後 但Ben W應該要被 米娜斯給殺死了 米娜斯上前 應該是在等緩速的CD 如果再撐久一點點的話 說不定剛剛 基因克斯會被殺害了 因為剛剛 好加速上前 要WQ給勒布朗接 結果又失敗 換對方反向的抓 脫頭一樣被勾到 米娜開啟了大絕以後 坦住這波傷害 被冰牆給擋住 再被冰球給暈到 喬尾再度要上前的時候 雖然中了金克斯的緩速 但是無損於他這個 瞬移的性能 瞬移上去以後 一波秒殺 安妮現在鱷魚 終於切近了四個人中間 切近了四個人中間 坦著傷害往回拉 協助隊友 大絕把人大起來 冰鳥在那個地方下大絕 造成了非常強烈的優異傷害 喔喔 這一個有點不太妙 要不要衝鋒 這應該 這要吉祥啦 OK你們全部人的技能 都用掉的時候 然後大了 你們在旁邊看 馬龍是拱手讓人 應該輸出他 他真的很硬 我真的沒在跟你開玩笑 烏拉格斯真的很硬 他真的很硬 他這個減傷再喝下去 加上他的裝防 哇 哇 沒有綁到 牛上去硬打 可是被對方融化得很嚴重 而且碰不到吉英克斯 完全碰不到吉英克斯 全部的位置 開心 想辦法A1了一下 勉強是有消下來一點點血 可是對方有暴露 這個東西 希望星期五並不知道 勒布朗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應該可以 過去被看到了 決定秒殺安妮嗎 招式接得有點歪 他是 喔原來他叫怒接吉英克斯 英克斯 確實被接到一個殘血 但是安妮給了他魔鍋 喔 勒布朗這個時候再閃下來 鎖鏈綁到 可是他彈回去 反而彈到了冰鳥的這個 大絕裡面遭到擊殺 哇 新加坡先鋒知道自己的勒布朗死掉了 就這樣 Kryonix 應該跑得掉 不過兵營就別提了 應該是守不住 Kryonix很努力的想要守 結果被暈了一下 然後被古拉格斯頂到 一個慘死 這沒有必要啊 這真的沒有必要啊 先生 那這下子應該是 一口氣GG到底啊 要恭喜星空星期五翻船成功 在出口的地方 遇到了一個Dden 然後Dden的 操作算是還不錯 只是無力回天啊 然後是 喬尾上前機 頗想要硬秒 Minas失敗的狀況下 喔 是勉強逃了出來 應該是有把吉林克斯逼退 可是問題是 他會不會去吸小兵血吸回來呢 OK 選擇要殺Goni 哇 中一發兵追 差一點往生 牛是勉強在Minas的火力下面 挺住了 沒有被吉林克斯給轟了 被封殺 再來再出來一次 這一次是守護家園 帶R的一波 鎖鏈先出 CD 哇 傷害是夠了喔 但是我覺得 Nixwater剛才是 關鍵人物 就是 我知道他們現在走掉很像是要吃巴龍 所以對面會傻傻的走出來 不過 計畫好像趕不太上變化 哎呀 吉林克斯有得到視野 西威爾 瞬間被轟殺 Hallelujah也倒地了 這是一個瞎堆角的節奏 五滴電進來了 Minas 終於遭到吉沙斯 一個Shut down 這樣子一來是有可以阻止冰鳥沒有問題的 把他打成蛋以後 在這個等級一定是可以破蛋的蛋黃 到底會不會流出來呢 R 他也沒有閃現 他蛋黃終究是要流滿地了 沒有問題 冰鳥變成了一灘這個蛋蜜 只好 只掉一線的話 就五人把那條線一起推出去就正值了 掉兩線的時候 往往不是這麼簡單 可以解決的問題 西威爾帕布的加速就是為了全隊拯救冰鳥 勒布朗決定放棄對冰鳥的轟炸 而且在這點上面 因為擔心被大絕的關係 他當場金人 他怕被吉林克斯大絕 當場金人用掉以後 古拉克斯的大絕炸下來 然後他被彈飛了 現在剩下一滴殘血 喬威爾是趕快recall 他剛剛猶豫了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從側邊切入 但是沒有機會 所以他力殺 就被擊殺以後 走出來被勾了 喬威爾要死了嗎 喬威爾一個瞬移 躲過了冰鳥的冰球 那是金人克斯的火箭 帶上DOT的傷害 紅BUFF的DOT的傷害 將喬威爾給擊殺 那麼應該是GG啦 恭喜西貢星期五 哇 今天是開出紅盤 不但是二連勝 而且擊敗了相當難以對付的對手 新加坡星期五 還沒擊敗啦 但是請榮我 就是替他們高興一下 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真的是很棒很棒很棒的 一個里程碑 對在這一場 我覺得西貢星期五的 除了尼克斯瓦特的 冰鳥操作 他在會戰的時候 有注意到樂部 是因為西貢星期五的